可以看到目前在恆春半島的風雨 在早上的八九點過後 可以說是越來越大 現在陣風跟夾雜的雨勢 一陣一陣的打過來 其實在臉上還相當的痛 而且就算在我後方這個船帆池 其實距離我們大概只有100公尺 不過可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我們光是用肉眼 都幾乎快看不到它的模樣 也就是說目前的風雨 已經有逐漸變強的情況 而根據這張氣象局 剛剛最新的資料 其實牆台舒拉颱風 剛好就位於鵝鑾比南方 大約200公里的位置 而由於它的七級暴風半徑 有高達180公里 也因此其實距離恆春半島相當的近 也就是俗稱的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掃點紅台位 而根據我們剛剛的觀察 由於這樣子的風勢跟雨勢 已經持續了至少將近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剛剛在風吹沙拉 還有龍潭公園一帶 其實發現整個雨勢 真的是相當的大 而沿途有一些邊坡 也有不少的土石被衝到了馬路上 而且也出現路面積水的情形 所以車子經過的時候 不但會漸起水花 而且還會出現有車身搖晃的情況 也因此 目前整個恆春半島 我們剛剛逛了半圈 幾乎是沒有七級車在路上行走 導致消防車 警車 以及海巡的車輛 為了民眾的安全 在路上不停的巡邏 希望在發現有危險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來進行海巡 不過事實上這樣的情況 恐怕不是只有早上而已 由於目前強烈颱風的中心 風速高達16級風 而它的瞬間震風更超過17級 所以隨著接近中午的時候 越接近台灣陸地的情況之下 恐怕這樣的風勢跟雨勢 還會更大 因此我們發現 在恆春半島有一些店家 稍早前早上的時候還有開門 不過就在剛剛大概靠近9點的時候 也紛紛把鐵門拉下來 防止風雨吹到他們的家裡面 而就算現在計程在戶外連線 其實邊講話這個水 都不停的噴到嘴巴裡面 又不停的吃著水 所以講話有點不大清楚 也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在目前這樣子的戶外 其實有一定的這個危險性 所以民眾得要特別小心 主播